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血压剂可以测量到血管的舒张压收缩压的数据 然后根据人体血压的平均值定出了一个标准 高出这个标准的就称之为高血压病 高血压的产生就是因为发明了血压剂 量到了血管的舒张压收缩压 这本来是人的正常生理反应 可西方医学就好像发现了新大路 把它认为是科学 是医学的进步 既然是医学的新知 那么高血压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其实患者不知 专家权威更不知 于是对病因不明的高血压就有了科学的解释说 它是远发性高血压或激发性高血压 既然原因不明 就说是现代病 文明病 其实所谓的高血压完全是为血压剂的面试而制造的一个病名 它仅仅是通过此仪器检测住我们身体客观存在的某种数据而已 从西方医学的角度讲 血压的产生需要两个要素 一是心脏的收缩 将适量的血液涉入动脉系统内 它是血压的能量来源 二是周围血管的阻力 没有阻力则血液不能保存在血管内 也就不能产生压力 这种机械论的解释与人体实际相关甚远 其实 从阴阳五行方面解释 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肺主呼吸是心脏制滑钙 心脏熟火 火药燃烧 需要肺脏提供空气 心脏之火就像是汽车的油泵 能将人体的气血用压力输送到全身 为身体各部提供营养 所以动脉血压的维持是保证体内各器官的正常血流供求关系所需的 当我们感冒时 毛孔阻塞 体表致寒无法排出体外 身体也无法获得所需空气 此时人体就会发烧 心脏跳动加快 增加血液 以促使血液循环 迫使毛孔张开 使体内致寒排出体外 汗出而稍退 身体也获得了所需的空气 此时人体自我调节完成 血压自然恢复正常 而且在我们紧张 烦躁生气时 心脏也会加速跳动 导致血压升高 以此来排除 因紧张 烦躁生气所引起的 气血循环障碍 当心气平和时 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血压是我们身体维护的空气而产生的动能反应 心脏跳动 使人体土固纳心 内外交换的本能反应 在中医的角度看 心为火 为气的上升 在夜为汗 肾为水 中纳气 为气的下降 年迈者或者心脏功能衰弱者 往往伸阳不足 心火衰弱 外邪 风 寒 暑 吃 灶 火进入体内 无力 随汗排除体外时 心脏会自我调节 加速跳动 增加压力 促进血液循环 排除外邪支气 吸收新鲜空气 此时 血压升高 调节完成后 血压自平 所以 血压升高是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 是为了保证身体的重要器官 得到必要的能量供应而发生的 是人体自身的抗病反应 应该成为医生的利用对象和服务对象 西方医学 为了制造一个病名而发明了血压剂 并想尽办法 不遗余力地找借口把药卖给别人 把本应该为人类健康服务的医学 变成了让健康的人永远消失的技术 所谓的科研成果 就是机器制造商 制药商 医院 轮番上阵 不断说服健康的人相信自己得病了 不断将生命中的一些自然变化和正常行为 用所谓现代医学理论扭曲成病态 这样的情况就好像小孩不爱动就是忧郁症 好动就是多动症 以及一些什么假日病 文明病 精神病 紧张病 休闲病 空调病等等都是病 还有如果你不想去医院就说你得了医院恐惧症 这不是非常悲哀吗 现代医学已经现代到全民皆病了 而我们再说的高血压只针对 仪器检查出来的数据 将其定为疾病的名称 而仪器并不知道疾病的原因 不知道病情的变化过程 医生只对仪器检查出来的数据负责 以为诊断就是找出了毛病 找到了毛病就可以用药物来解决 一成不变地用降压药控制血压 一年 五年 十年 病情在世时变 天天变 用药却一成不变 用药时检查正常 停药后即原型毕露 长期的使用控制造成药物对人体的伤害 其实任何疾病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任何人患病 病情 都是随着时间 环境 气候 情绪 饮食的变化而变化的 药物治疗要随病情的演变而演变 但西医治疗的目的只是控制高血压 而实际上疾病不会因为受控制 而在某个阶段不起变化 这就是为什么西医治疗高血压 要长期的用药 而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 常常感到胸闷 气短 这就是降压药用久了造成血管 动脉硬化 心肌梗塞 心脏攻血不足造成的 预防高血压假如真的有效的话 高血压患者应该越来越少 而事实正好相反 经过几十年的预防 高血压造成的心血管疾病 已经成为四大死亡排名第一名 并使患者产生很多的并发症 那这究竟是预防疾病呢 还是制造疾病呢 所以血压剂的发明时 很多人天天测量 天天吃药 一生享用 一生自卫 最后成为了西方医学的试验品 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治疗高血压呢 西医只按照血压剂的指示数据 就能给你戴上高血压的帽子 毫无辩证可言 而中医的诊法是四诊 妄文问妾为基础 对疾病的认识 以整体观为指导 审证求因 通过现象看本质 中医治疗不但不能直接降压 而且要因失利导 助其完善 血压高后用中医传统医学理论 辨证失智 整体条理就可以解决 根本不需要什么精密的仪器 高档的药品 中华医学几千年 早就指明了人体的脏腹经络 起经八脉 自物留住以及对人体的主治作用 病可阴时 阴地 阴火 灵活运用 我们的祖先没有所谓先进的检测设备 治疗仪器 却对疾病的把握 以及治疗比现代医学更加科学 符合人体实际 中医讲八纲辩证 讲阴阳寒热 讲治病 必求于本 四肢离心脏较远 如果是热的 就表示人体内没有淤血块 如果冰凉 就表示体内因为寒冷 在制造淤血块 而产生离寒的原因 就是肾阳不足 心脏的动力来源于肾 如果肾阳充足 自然就会使人体的各种功能得到恢复 心跳自然有力 瘀血自然得以融化 症状自然消失 中医不需要测量血压 注重症状反应 像头晕 脂麻 脂粮 向墙 头痛 耳鸣 心脚痛等 此时如果测量血压 血压大多偏高 而在中医这里所反应的是 相应部位的阴阳平衡 往往是气血不足的表现 所以并不把高血压看作是 病理的破坏和治疗的对象 而把它看作是 治疗的服务对象和依靠对象 所以要因时力导 助其成功 帮助完成抗病反应 中医里治疗高血压的方子很多 比如 添麻沟糖饮 振干西风汤等 都不过是治标 局限性很大 小官给大家推荐一个张仲景的方子 虚命汤 配方是 麻黄 桂枝 当归 人参 石膏 干姜 干草 各三两 川胸一两 杏仁40枚大约16克左右 这是装重景远方的几两 汉代的一两相当于现在的15克左右 三两就是45克 考虑那时候是新鲜药材 现在是干药材 所以现在的用量取三分之一左右为宜 也就是15克到20克 高血压的原因 一个是不足 不足用谁来补呢 用当归川胸来补 这也是四五汤的主要成分 当归川胸补血活血 直接把亏掉的血补上 如果多余呢 多余首先要加强心脏的能力 谁来加强心脏的能力呢 贵之人生 这两个可以强壮你的心脏 让你的心脏波动强健有力 这样就有利于打通血脉 然后还要把身体的垃圾清理掉 靠谁 麻黄 石膏 川胸 杏仁 麻黄与杏仁结表 宣肺翘 让身体里的弹湿 从体表毛孔出去 加强人的 新陈代谢能力 石膏 直接清理掉身体里面的热血 川胸 直接把血管的浴血清理掉 死血不除 心血难成 还有最后一组药 单草与干浆 这是直接入皮 保护脾胃的 这是张仲景向来的思路 无论治疗什么病 都得先把脾胃的 孕化能力加强 张仲景就是这么高明 把所有的情况都照顾到了 而不是单一的降压 当然对于不想这么复杂的人来说 如果是属于偏胖类型 坦试类型高血压 可以用饱和碗慢慢调理 配合三七粉 单身粉 西洋深粉等 混合在一起 加起来每天五克 西洋深气阴霜补 可以搞定你的不足 单身补血活血 三七活血化瘀 直接拿掉你的多余 三七单身对于心脑血管疾病 是很有好处的 好了今天关于高血压的阴谋 小关就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关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小关分享的方子是为了大家学习 自己不要随便服用哦 还请在专业中医指导下服用 如果您对高血压 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给大家 喜欢小关 别忘了点击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